任何電波干擾 都可能會影響我們觀測太空的 少日夫長得獎者莫拉伯克·努克林 和鄧肯諾·里麥 搬到西佛吉尼亞州 在這裡可以有更多時間使用六堤望遠鏡 我們會上去六堤望遠鏡 要搭這部電梯線 上到去會見到直徑100米的碟形天線 然後再搭第二部電梯上去 天文學家莫克·努克林和諾里麥 二十多年前相識 當時莫克·努克林還是研究生 而諾里麥是博士後研究員 他很有創意 和他一起做事挺正的 他也很善良 逢體貼 分別人挺有趣的 我們有很多雙子的興趣 他很有趣 很好講故事 喜歡去不同的地方嘗試新事物 我們都對科學和天文學很有興趣 一起走這條路 這對夫妻當發現快速電波爆發 這種強烈的射電爆發只會維持千分之幾秒 但釋放相當於太陽幾日輻射的量量 我們尋找來自遙遠星系的快速電波爆發 這種訊號來自外太空 射向我們身後的跌形天線 反射到上面的反射鏡 再反射到側面其中一個接收器 我們使用這個地形接收器 找快速電波爆發 信號會由接收器傳到控制室 西佛根尼亞洲的六提望遠鏡 是美國最大的射電望遠鏡 葉形天線有兩個美式足球場這麼大 六提望遠鏡和其他望遠鏡收集到的數據 幫科學家發現超過700個快速電波爆發 不過科學界最初不相信存在快速電波爆發 朵里麥來自英國達南無棍 18歲那時我第一次有機會使用望遠鏡 我記得文理老師將望遠鏡的鎖匙給了我們 我和幾個男生就用來看月食 從那時開始我就對天文學很著迷 從那時開始我就對天文學很著迷